我舉個例子 他剛好又有做X光檢查 又有做電腦斷層檢查 有一個三十幾歲的 這個科學研究的工程師 他其實剛性婚不久 那他其實剛性婚前 就有點咳嗽的症狀 那因為一直忙著這個結婚的事情 所以他有點忽略到他的症狀 那等他開始覺得他不對 咳得很厲害 有發燒的時候就開始認真去檢查 那麼第一間的醫師跟他說 你年紀輕 然後應該不是什麼大問題 可能是梅漿菌肺炎 就給他開梅漿菌的肺炎治療藥 可是之後沒有好 那麼一直後來轉轉一個多月 到我們這個休養科的門診來 我們看他的X光表現 其實一看之後就眉頭一皺 他那個就是非常典型的 這個癌性的淋巴管理 也就是說他其實是這個 癌細胞已經沿著這個淋巴管 已經散步出去了 可是X光其實找不到 他原發的腫瘤在哪裡 就是趕快幫他做一個電腦斷層 結果他原發的肺癌 是長在心臟的後面 層層疊疊的大血管跟小血管之間 那麼只有兩公分大 所以其實如果這個腫瘤 是要兩公分以下 要早期去診斷其實不容易 他是後來因為有 併發這個癌性淋巴管理 才被我們一開始就想到 他是癌症發作 那這個病人其實還有一個 非常驚訝的事情 當他診斷是 末期癌症的時候 他太太剛好懷孕兩個多月 這不是現在在演的 那個偶像劇的情景嗎 所以那時候他真的 真的是到底是治療 還是說小朋友要不要留下來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煎熬 那麼所以這個癌症的早期 篩檢一定要靠電腦斷層 那我們為什麼是推低劑量 這個低劑量是什麼意思 低劑量其實是指 它的輻射劑量只有傳統電腦斷層的 四分之一左右 所以它的輻射劑量就會比較低 那所以我們目前呢 會建議一些高危險族群 比如說 有抽菸 一天抽一包抽30年的 這些民眾 有肺癌家族死的 或者是說 他的工作環境 是比如說是一些 礦場的工作環境 或者是有一些 媽媽他們每天都煮飯 可是他很省都不開排油煙劑的 那麼這樣子的民眾 就可以建議他去做一個 低劑量電腦斷層的篩檢 而且速度很快 大概幾分鐘就結束了 就躺在那裡進去 也不會有密閉式的狂況 不會 那我現在都是做這種在追蹤的 肺的結結 結結 我要補充一下 低劑量電腦斷層 其實有兩個缺點 一個是會 我一個病人 他也是一開始有發現 那麼我就跟他說 這樣子0.5公分 其實你大概六個月 到一年之後再追蹤就好 可是他一個月之後又來找我 說他整天都吃不下 睡不著 他就一直擔心這件事情 你不知道那種人的心情都很不好 你都會有體諒我 很堅穩 不過他病人真的很擔心 後來我們就說 不然你就去做一個立體定位 真的去把它開掉好 結果它開下來 是一個 也就是它吸菸的這些碳粒 卡在背部裡面 被這個發炎系統給包住 對 有人開出來只是稍微發炎 對 但有人開出來真的是 就是癌症 對 人家莫名其妙去照完它 他就可以那個真的很厲害 那個醫師 他那個影片他會一直轉 是 他會從這樣 你看到沒有 這個有一個很像玻璃毛片 對… 這個毛玻璃 你這個毛玻璃不知道是會變成癌 還是你只是因為有受傷的結節 對 他還是叫我們不要太著急 真恐怖 其實這樣的病人如果有抽菸 下次來菸都都戒掉了 那麼另外一個缺點就是 因為一般如果有異常的話 我們就會建議病人說 每三個月 每六個月 要再去做一次電腦斷層檢查 那麼有的病人他就很擔心 每三個月 每三個月就去做檢查 那他又不願意花自費的金 去做低劑量 因為低劑量一定要自費 他又希望用健保 用做傳統的電腦斷層 可是他這樣子 每三個月都做高劑量電腦斷層下來 他其實每年的 所以最好 這不是低劑量都已經很安全了 是 可是那個病人他是做 他是想要省錢 所以他是做了傳統 比低劑量多 十倍以上那種的傳統電腦斷 那麼每三個月都做一次 那浮射機 我們剛剛沒聽到這一段 那就放心吧 對 本身的低劑量 錢不管的話 這個低劑量是安全的嗎 低劑量是安全的 是 他當他的輻射機量 大概只有十張X光片 因為我們有聽到江醫師講說 有的東西你不去追蹤 萬一哪天轉移你就來不及了 對 你知道嗎 江醫師 我的本意不是這樣子 對不起 我們聽的 我們聽的會覺得 你都聽聽想要聽的 其實這個我做過 低劑量電腦斷層 因為我有朋友 就是真的是不淹不久 然後他就是很單純的 家庭主婦這樣子 然後真的就後來去檢查到肺腺癌 然後但是肺腺癌其實已經到 有症狀 然後到檢查 其實通常檢查到的 都已經是比較厚實 是啊 所以我們就怕 所以是很害怕 醫生跟妳講這個 你有可能肺腺癌的時候 妳說我也是會怕 對啊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是做 因為我們通常也都是包套 然後就是做一般的 像胸腔的那個X光檢查這樣子 然後後來我想想 對 我也應該做 雖然我不醃不久 然後看起來也還滿正常的 可是有進廚房 對 會進廚房 而且我們家有佛糖 之前我有在貢鄉 但是後來我其實也不太敢 就是貢乾香就好了 對 然後後來我就去做了 那個低級量電腦斷層 然後檢查出來 他也是跟我 跟瓜哥那一樣 他就講說 你看你這個地方 有點像毛玻璃 就是羽毛狀 現在很多這樣 對 然後他說 這個有點羽毛狀 我說這什麼 他說這有可能是 你之前有感冒 然後可能其實是咳嗽 然後已經有受傷 然後可能結痂還是什麼 那也是叫我去追蹤 我講一個數據 給大家比較安心 做低級量電腦斷層 真正其實說 做下來說 有 需要再追蹤 大概 而且這四個裡面 一個建議他去追蹤 他有百分之二十五很高耶 真的 不是 真正最後是癌症的 只有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七 這個健醫師怎麼會這樣 這個人 亡護我們人民 所以有百分之九三 都是在擔心而已 對 我們也希望是百分之九十 對啊 他自己不在那個區 區域 不是 現在就沒事了 那可是你如果 當中沒這些事情 真的半年一年去檢查 你這個已經 你何必了 這種後悔是跟我們講 你後悔到 不是跟你買包包的後悔 不一樣 沒買到就算了 來 江醫師 另外 另外如果是年輕的女性 我會建議你 可以考慮加做一個 甲狀腺的超音波 為什麼這樣講 這邊 因為它可以診斷 很多甲狀腺的癌症 我們都覺得很怪 為什麼我特地強調 年輕的女性 因為癌症基本上 都是發生在年紀比較大的 唯一一個最例外的就是 它會比較容易發生在年紀 比較輕的發生率 就已經滿高的 特別是女生 因為 那原因到現在 我們其實是不知道 那為什麼說 這個CP值很高 CP值很高 然後就跟剛才那個 孫文醫師講的一樣 它的分母不是零的 但是也很小 所以算便宜的 另外它 我們在這邊照的時候 只要照到有節節 我們只要看 只要覺得它怪怪的 我們一般會有個細症 去幫你抽一點細胞出來看 不會很痛 也不大會流血 不大會有什麼癌麻症 然後重點是這個 準確率又可以到達 百分之八九十 所以這個CP值是非常非常高 又便宜 又算是非常安全的 因為它是超音波 對 其實之前就有個女性 就因為這樣子得救 他運氣還滿不錯的 他來找我的時候 他手上是拿那個健檢的報告 他因為他 他是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他是亂選的 他是亂選的 剛剛好就有包套 包到這個甲狀腺超音波 因為便宜 人家就類似買一送 跟你塞在裡面 就一照的時候 就剛好那個報告 就叫他到大醫院來檢查 我就看到報告上面就寫說 左邊的甲狀腺 發現一根結節 而且裡面好像有一點點的概化 我一看就毛毛毛 因為這個敘述對我來講 就是有一點可能是不好的 所以我就馬上幫他安排說 你到我們醫院的地方 我請人家幫你用一個吸針 稍微穿一下 就一穿出來那個細胞說怪怪的 其實也不能夠百分之百肯定是癌症 只說這個怪怪的 建議要手術處理 所以下個禮拜 我們馬上就去開刀了 就開出來 而且真的是 可是他講話講 他遇到非常好 因為他那個腫的 根本就不到一公分 所以其實這樣子 其實開刀就好 其實開刀完全就沒有問題了 如果有任何的後遺症 對 而且江醫說 如果這一生當中 避免不了得癌症 這個是最輕鬆 最治癒就好 就是說你如果前世的業障很重 一定要得到一個癌症 就去燒香拜佛 希望得到是假裝腺癌這樣 對 完全還有一個癌也可以得 就是 社務腺癌 可以晚一點得 可是那個開刀 性功能會瘦癌 瓜哥怎麼瘦癌 九十歲開了沒關係 你們放心 我現在好得很 也就是癌亡是胰臟癌 對 最輕的就是假裝腺癌 對 可能我就是之前有 因為我大概在去年的時候 我就是照鏡子 然後發現我脖子的左側 有一個腫起來的地方 然後我就上網看 那一般大家都說 它可能就是 所以我一開始本來沒有放在心上 可是後來就越想越不安心 我還是掛了那個 新陳代謝科去看醫生 那醫生是先幫我促整 他就摸說我腫起來的那一個 其實它就是一般的水泡 我不需要太擔心 可是在右邊 就是我們外觀看不出來的地方 他有摸到一個 觸感比較不一樣的結節 所以他就幫我安排了抽血 跟假裝超音波的檢查 然後因為抽血的報告 看起來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 可是在超音波的報告我就 醫生就有看到說 我的那個結節的周圍 就是不平滑的結節 然後所以當場 我又在做了穿刺的檢查 再隔一周回去看報告 就確定說是 所以很快的我就轉到 乳房外科去做手術 妳沒有不舒服對不對 完全就是我沒有任何的感覺 那妳是因為外觀的問題 腫起來 對 而且她是看到另外一邊 癌症在另外一邊 對 癌症在另外一邊 對 跟妳另外一個 她是因為 對 男生有說 沒關係 這是漂白的 我這是給我 漂白的 那就完蛋了 她是因為說 不行 這個怎麼會這樣 她才查局到另外一種病 對 然後後來我就 手術完之後 因為我是雙側全栽 因為擔心說 會有復發的機率比較高 所以我是 安排點治療 那我現在就是定期追蹤 每三個月要抽血一次 大部分的腳上腺癌 發生都是跟她一模一樣 都是沒有症狀的 要嘛就是照鏡子照到 然後自己覺得自己脖子很腫 來檢查出來 因為等到你有症狀 因為腳上腺癌會有什麼症狀 她如果吃到反而生 一個人會生一沙啞 這是我們最常看到的症狀 不過到生一沙啞的時候 通常都比較嚴重 謝謝大家對好辣醫師們的支持 記得訂閱醫師好辣YouTube頻道 還有按下鈴鐺 收看最優質的內容喔